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是跌的 但是基本上是涨的 我们看一下这四天来的状况 礼拜一是小跌 我记得小跌18点吧 对 礼拜一跌18点 但是你要加回70块 那台积电除息扣掉了70点左右 所以基本上就是礼拜一其实是上涨 不管礼拜二涨 礼拜三涨 礼拜四涨 延续四天上涨 上个礼拜五的一根大长黑打下来之后 我相信当天是因为英国脱欧公投 那么脱离欧盟 所以很多人会担心在那一天帮要杀掉 你可以发现到杀掉都不对 一二三四拉上来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 说不管你有什么样空方的思想 我们纯粹旧线论线 我们就价格上面来看的话 指数的部分来看 其实空方的结构看起来在上礼拜 似乎出现了 这叫小M头 可是当我们把这个仅限 8476点站上去之后 第一个M头的这个形态已经被破坏 第二个部分今天更重要 今天我们一开盘就跳到月线 这条线蓝色的线叫月线 跳到月线之上 收盘收在月线之上 所以呢台股在今天形成了两线翻多 两线翻多的结构是一个中多的格局 他说明一件事情 第一波的上涨 弹上来之后的拉回修正 用了ABC的修正 现在在走的叫做另外一波的攻击架构 好 这个攻击需要成交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成交量来到924亿 量也跟着开始放大 在昨天我跟各位预测到说 面板之后 面板两只小猫变老虎之后 面板骨的启动会带动谁启动 太阳能 对吧好 所以太阳能在今天的表现非常棒 我们单股会员持有的玉金 在今天差一点碰到了掌停板 我买玉金买了第六天 今天是第六天 我在这一天买24块左右 买了12345今天第六天 我今天卖掉了三成仓 保留了两成仓 因为今天冲上来我已经赚了7%以上了 所以我就卖掉三成仓 保留两成仓 我单股会员的操作逻辑很简单 就是锁定一只股票 锁定一只股票之后 一口气进来就买五成 就是重仓的概念 因为一般参加 会参加我单股的 大概资金都不是很大 所以我选的股票会比较安全一点 我会以安全为考量去选择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选的股票 上一次选的是元泰 从17块4 我们在18块 那么去做了一个获利 就赚六毛钱 单股比较短线没有错 但是单股 如果它的股价可以涨一个波段 我会保留两成仓 所以之前最早的单股 有两成仓的保一 后来在这一波 我把它整个清掉 清掉之后 就保一也没有 当时留了两成仓的保一 那么也赚到 因为我们一买 就买五成仓的概念 好 同样的这一次进来 预金也是一样 我们一进来进了五成仓 在这一天 这一天 后来呢 上个礼拜三吧 上个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大跌之后 一二三 到今天拉起来 所以今天我们拉上来 之后 我们赚了大概七%左右 大概二十六块以上 我们做了三成仓的调整 然后呢 保留两成仓 单股的操作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叫七天原则 就是我买进一档个股之后 我在七天之内 绝对会把它处理掉 第二个原则叫十%基础 当我的股票涨到十%以上之后 我会保留两成仓做波段 这次没有达到十%了 大概七%多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时间被压迫 我的时间 我已经持有第六天了 所以我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在早上集冲的时候 我先卖三成 保留两成 所以我有七天原则 跟十%基础 因为我希望资金 比较小的投资朋友 你能够集中火力 而不是分散的概念来卖 比如说你一百万 你一百万以下的一个资金 我建议单股的部分 我用五成仓进去 就五十万进来 五十万进来之后 那么在今天我们获利三十万 获利三十万的部分 保留两成仓的部分 让它再往上走 这是一个操作的观念 太阳内起步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 十户区回来了 面板的走高叫做大业内 大业内 大业内很凶悍 昨天的友达群状 今天的友达一样持续涨 因为面板我不太 因为它的 不太能买 我想法是不太能买 因为它没什么爆发力 这纯粹就是一个轮动的姿态 包括太阳能 我也不觉得它有太大爆发力 但是我买它价值 我买太阳能的价值 因为它价格低了 所以同样的 面板出来之后 太阳能出来 这叫价值的股票往上走 价值股票往上走之后 会产生什么现象呢 会产生从价值到成长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成长股在今天动 成长股谁动 爱人同事在今天 拉到快涨一半 好 盘中一度来到519块 你记不记得 时间倒推回去一个月前 5月17号 当杨老师跟你讲 同事 他从成长变成价值 可以买的时候 你现在回头想一想 5月17号 当时最低点是323 我们的平均成本在330 335月17号 最低323到今天来到514 那你回头想一件事 哦那这样的暴跌不是让你买的时候 所以你有没有我 这个影响就非常大 这个影响就非常大 当我们敢于在低档做切入的时候 我不会一个震荡就被它洗掉 你只要会让我赚钱 我就会一路抱上来 我会一路的抱上来 现在已经完全要填补掉 所有的空方缺口了 所有的空方缺口 之前四支跌停里面 目前已经填掉了大概三支了 你看哦 好 这个第一支跌停板 两支三支 哦四支 算五支跌停 这打了五支跌停板下来 现在已经填了快四支回去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当股价打到低点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个切入点 它当然是一个切入点 问题是你不知道怎么切入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啊 我说怎么做才是对的 从价值到成长 如果我带你买的股票 它具备了价值的概念 你买起来会不安心 因为我的诉求 我带会员的诉求是 买的安心 才能抱着放心 如果我买的点位太高 那我就会非常的不安心嘛 所以同样的 如果我买的点位够低 我就会比较安心 所以同样的 在目前的位置当中 如果我跟各位谈 两线翻多代表 中多的结构起来 你现在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趁大家都还没注意 开始逢低去做承接的动作 那你要怎么做呢 价值股我跟各位讲了很多了 包括3078的乔威 乔威的股价走势 已经大涨一段上来 我们买在25块半 6月8号 你还记得 就是端午节那一天啊 前一天就对了 好 除了这个之外 目前我们还暴留 暴留基本仓 好 暴留基本仓 除了这个之外 价值股上来之后 未来就成长股上来 成长股大概在几个方向来看 下半年我会做的部分 大概两个部分 应该说四大族群 会去找机会 一个是什么 车店 当同志涨到涨平板 在创波段新高的时候 我跟各位谈 那个车店股全部要上来 车店股全部要上来 这叫成长的概念 这车店是长线的 是属于成长的概念 除了车店之外 航态是属于成长的概念 那下半年属于 价值型的概念有两个 一个叫PA 光中逊不要了 我在强调的是 光中逊的产业很差 在今年下半年不会太好 所以光中逊的部分 我们舍弃了光中逊 但PA的部分 它具备平盖的特色 也有车店的概念 所以PA的拉回可以买 第四个就是平盖股 平盖股在今年的第一档 下半年起来的时候 大概会有些机会 所以我想 不管从价值到成长 或者从价值出发 用成长画梦 我们在买的过程当中 我的诉求只有一个 非常简单的概念 如果说现阶段 要往成长股走 那会买什么样成长股 我会买车用相关的 所以我们再布局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把它取名 叫做电动车的荣耀 电动车的荣耀 它是电动车的一个材料 那这档电动车的材料呢 具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 这个概念在于什么 它跟日本的大厂合作 合作之后呢 那么切入到你上的一个 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我想这档个股的一个走势 那么基本上我再做布局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可以跟上这一次布局的脚步 谢谢大家收看 明天同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同时间